非洲國家索馬利亞的首都當地三號 發生自殺炸彈客 在當地知名的利多海灘旁邊引爆炸彈 其他五名嫌犯隨即進入海灘 對人權無差別開槍 儘管所有槍手當場被警方擊斃 還是造成至少三十二人死亡 六十三人受傷 目前伊斯蘭主義組織青年黨 已經城鎮犯案 事發現場冒出爆炸的煙霧 民眾狂奔逃離海灘 非洲國家索馬利亞的首都摩加迪修 三號在熱鬧的利多海灘 發生炸彈攻擊 一名自殺炸彈客在海灘旁邊引爆炸彈 隨後其他嫌犯進入海灘 對人群開槍 利多海灘是當地熱門地區 每到週末會有包括商務人士跟官員等民眾聚集 享受假日 但也很常因此成為武裝組織的攻擊地點 雖然警方獲報之後很快地趕到現場 擊斃了所有的槍手 但依舊造成數十人死傷 事件發生之後當局緊急將傷患送醫急救 有十一人因為傷勢嚴重被轉移到其他醫療機構救治 當地的媒體也呼籲民眾踴躍捐血救人 而伊斯蘭主義組織青年黨隨後有透過相關網站 發文承認犯案 這也是過去幾個月來當地死傷最慘重的攻擊行動之一 國內市議員陳雄畢儀